我要幾天裡面 就要全部把他肅清 閃電戰 然後高估自己的武器兵力多麼強大 當時大家外界都認為 揮彈多少顆 幾千顆什麼 大家都已經解釋了這麼多 結果現在一看 怎麼到今天 不要講說有些城市 你連擊補圍攻 已經圍了十五天了 到底要不要打 我現在是擔心的是 接下來是城市的巷戰 那真可怕 戰爭裡面最痛 最殘忍的 就是巷戰的 我們每次看那個戰爭電影裡面 那個坦克車也進不去 城市裡面的街頭 巷子裡面 那個只有肉搏 遭遇 碰到就打 然後就 那是極其血腥殘忍的 沒有錯 現在是武器精進 還可以有遠距離的這樣打 過去那種戰爭沒有這些武器的時候 那巷戰那是刀對刀 這樣捅的 肉搏的 為什麼我們以前當兵的時候 全面都有一截刺刀 有沒有 那就是肉搏戰嘛 不然你配刺刀幹什麼 你卡冰槍就卡冰槍 你弄個刺刀幹什麼 所以一碰到如果基普進入巷戰的話 那這個完蛋了 現在誰輸誰還不見得 為什麼巷戰最可怕的是什麼 就是狙擊手了 我們電影看到就躲在上面 神射手可以制服敵人的 他把指揮槓幹掉 把高級金光幹掉 你底下士兵就沒有辦法 也沒有人指揮了 所以現在打到巷戰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普丁你要不要動用各種奇怪的武器 現在還不知道 如果沒有的話 從現在看起幾個這種案例的話 到底俄國整個軍隊裡面 誰是最高的指揮者 我們還看不出來 你在前線誰是指揮者 如果你要聽後面的二次大戰 都是聽那個地窖裡面 堡壘裡面的像希特勒一樣 在裡面這樣指揮的時候 在地上 在地圖上面在指揮作戰的話 慘了 前線 前線的事情 將軍都會瞞騙後面指揮官 我現在到底已經打成什麼樣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們看 奇怪 如果說俄國真的武力這麼強 戰術這麼精明 怎麼會打到今天為止 看起來這個戰怎麼打成這個樣子 所以有人就挖苦 到最後你俄國就算是你勝的話 可能也一無所有 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制裁 禁止進口俄羅斯的石油之後 其實可能會對全球的經濟造成影響 特別是對俄羅斯會造成重傷 所以克里姆林宮就說 美方已經向我們宣戰了 但是然後來寬哥 俄羅斯有辦法反制這些 歐美國家的經濟制裁嗎 當然沒有辦法反制 先來談這兩天 大家心中大概比較放心了 為什麼全球的股市開始在做反彈 原油的價格一口氣下跌了13% 然後目前各種原物料 礦料的一個不好的話 感覺壓力沒有那麼重 為什麼呢 美國每天苦口婆心在拜託 拜託沙烏地阿拉伯 拜託阿聯 沙烏地阿拉伯目前還沒有首肯 但是阿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說 這個是全世界的一個災難 那目前當然是有兩派的一個說法 但重點是他要增加石油 他只要增加石油就可以增加天然氣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全世界的供給 再加上現在要慢慢的進入夏天 進入夏天完之後 先說現在歐洲還是天寒地冬 但是過了三月之後 到了四月會進入春天 慢慢的會越來越好 對於俄羅斯的依存 就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高 那這次呢 拜登總統跟整個英國呢 他們在三月九號正式宣布 禁運了石油跟天然氣之後 這已經全面開濕了 為什麼全面開濕呢 因為現在對於美國 這些企業來說的話 我問各位 要賺一點錢比較重要 還是要維持長久的民生比較重要 如果你要做長久生意 一定要維持民生 所以目前美國比較強大的企業 例如說像蘋果 蘋果已經把所有的門市 全部都關掉了 目前包括像微軟 Oracle 甲骨文 包括了Adobe系統部分的話 他們就不再接受俄羅斯 在那邊的業務 通通都停 那他說錢不賺沒關係 可是各位 目前俄羅斯在幹嘛 不人道 在攻擊富幼 在攻擊醫院 在做一些很殘忍的事情 這個是違反人類罪的 那近期來說的話 我們先來看看所謂的俄羅斯 很多人都說俄羅斯是戰鬥民族 沒有啊 但一個麥當勞就整死他們了 麥當勞最近要退出俄羅斯 結果各位你們知道嗎 麥當勞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說人生不是只有錢而已